Hello,大家好,我是韋仔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可能是很多的 香港觀眾朋友聽到很多 但是來見,真是第一次見 這裡就是我們三鄉瓦居樂的車站 就是瓦居樂自己造的車站 我們可以看看 這裡其實它的站點比較多 我們先說香港觀眾朋友比較關心的 就是粵港直通車 這裡可以是三鄉瓦居樂 就是這裡出發 經港珠澳大橋去到香港關口 再可以去到荃灣和太子 見到其實班市都很密 基本上一粒鐘一班 到三點半粒鐘一班 就是百三元一個人 這是一個正常的票價 剛才我問了 其實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就停了 這裡如果是港珠澳大橋 這裡是香港關口下車的情況下 就是九十元 如果你想出到市區就多給四十元 我們可以看看後面 其實會比較多的一個站點 除了去香港和港珠澳大橋之外 其實可以去到石旗 即是中山市中心 去到九州港和港北 即是珠海市中心都可以去到 為什麼今天會來介紹 我們這個三鄉瓦居樂的車站 因為今天我們介紹的樓盤 就是三鄉瓦居樂這個樓盤 三鄉瓦居樂這個樓盤 也是瓦居樂第一個樓盤 因為瓦居樂是九二年開始成立 九三年正式就是第一個樓盤 就是三鄉瓦居樂 這個樓盤其實是非常之 規模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型 總共有五千瓦 以前我們介紹的樓盤 可能是五百瓦、六百瓦、七百瓦 已經說是大盤 這個樓盤足足十倍 當然它不是全部連在一起 可能都是對面馬路 隔條馬路 內街這樣隔開隔開的 現在正在賣的就是 最後一期了 第十七大期 有一個叫萬象棍 現在正在賣裡面第四小期 現在只剩下最後三棟 賣完就整個三鄉瓦居樂已經是賣完 現在可以說是收官之作 現在正在賣的就是 大概是萬一元左右包裝收 今年就收到樓了 一起去看看 OK 我們來到示範單位 也是一個十樓上面 我們現在正在賣的 其實是兩個戶型 109平方和141平方 這個109平方 這就是三房兩廳兩位的戶型 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裡是包裝收的 看到加勒標準 這個實木的一個 房間門和紫密密碼鎖 都是標配 進來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在一個 樹廳的設計進來 看到一個客飯廳相連 這裡它放了一個 四人份的一個餐桌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其實一進來的感覺 就會跟我們平時 如果有看開樓的客戶 都會知道 這隻其實就是我們平時 內地比較流行的 一個八、九十平方 或者九十平方 鬆一點的戶型 但因為這個109平方 即是去到成千一尺 鬆一點 所以其實它沒有一個小的房間 或者是哪裏 或者是石手間 或者是廚房特別小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L正的廚房 其實空間很充足 這裡也預留了一個雪櫃位 它可以給你 我們是包裝收膠樓 所以其實是吊櫃、地櫃 汽油煙機、爐頭 這些全部都有 晶盤這些全部都有 兼且它還會有一個 生活爐桌給你 是的 有一個生活爐桌 如果你說 我不需要用到生活爐桌 其實可以推出來 即是這裡 推出來這裡封了它 這裡整個廚房就會大很多 正常來說 這裡就是 生活爐桌就是放洗衣機 裝熱水器 還有一個浪衫用的 是的 OK 那我看看客廳 這裡就是飯廳 這裡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過渡位置 很闊的 其實這邊可以做一些 櫃或者儲物架 可以擺東西都OK 你會實用很多 是的 這個開間 老實說 就不算太闊 都是跟我們八級十方的開間差不多 應該是三米五、三米六 一個開間 OK 那外面 這裡就是一個主爐桌 也就是景觀爐桌 這裡做了三線門的一個設計 那有什麼好處呢 三線門設計的情況下 就可以把爐桌開到最大 你看到 這個位置是很大的 如果兩線門的情況 應該開到這裡 對 OK 然後我們賣的 就是28、29和13 這裡其實是15棟 但是朝向全部一樣 其實景觀不會測得太遠 這裡就是三樓的位置 其實前面的樹 擋住那是我們泳池的位置 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賣到四樓 已經可以看到泳池景 對 而且比較開陽一點 雖然前面是有樓 但是我們其實 樓與樓的中間 其實都有很闊的一個空間 可以看到外面 景觀比較開陽一點 OK 然後我們先看看房間 這個就是三房兩廳兩位的一個戶型 我們看了廳 可以看到洗手間和房間 這個就是我們的客廁 因為又講多次 又講多次 因為這個是109平方的單位 他做這隻戶型 其實每個空間都會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客廁 都是比較長的 對 而且比較闊 一點都不會有屈質的 對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站的位置 這個也是做了一個三線門 沒錯 也是做了三線門 再加多哪種比較高 因為畢竟是亞居樂的一個大太子 OK 我們看看房間 那三間房間 其實剛才我自己是 睬過眼睛的 未拍之前 會是很大 三間房間不會有細房 即是不會有那些兒童房 BB房 或者露台改房 是不會有的 全部都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客房的面積 其實就跟我們八九十平方的主人房的面積一樣大 或者甚至可能大過某些樓盤的主人房的面積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之闊綠的一個空間 他擺一張咪半床 房間兩個床頭過來 都是長長有餘的 空間 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那這邊是我們第二間的客房 是的 那這間房的情況下 其他如果是八九十平方那隻 如果是這樣的狐形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是一個很小的兒童房 這個不是 也有一個很標準尺寸的一個客房的面積 是的 他就做了兒童房 但是很闊落的 跟剛才看其實面積是差不多的 是的 一樣他都會做一個櫃 其實這個櫃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衣� 是的 就做這麼闊的一個衣� 那整個 這裡可以鋪了一個衣� 那就可以有一張書桌 是的 還有一張床 是的 其實是很大的 那你自己設定一下 其實如果你這張書桌要小一點 的話 餘櫃出一點 然後床可以放了咪八床 都沒有問題 是的 OK 那就到我們主人房 這個是有套廁的 三房兩層兩位 那我們看一下套廁 是的 這個就會比我們的客廁 就會是四方一點的 就沒有那麼長 但是都是很闊落的 可以看看 那這些鏡櫃 洗手盆 肉瓶 馬桶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會包起來 OK 到我們主人房 主人房已經整個衣櫃 已經整個衣櫃 整個衣櫃 是的 都是望方我們泳池景 這個就是 109平方之間 然後再賣 叫做小壺形 109平方之間 就是千尺 鬆一點的壺形 包裝修 然後賣價錢 約是 一萬到萬一左右的一個價錢 這層樓大概就是 110萬鬆跌 100萬鬆跌 OK 然後再看看 再大一點 141平方的四房單位 OK 然後來到第二個示範單位 也是141平方的 四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OK 一樣 這個自民密密密所 這個房房門 都是全部都有的 包括我們入門口 這個圓關位 這個鞋櫃 也是有的 這裡 也是有的 OK 然後再看看第一間房 這間房一般是 做長輩房 或者是書房 或者是工人房 都OK 因為這個去到 百四房 大概是1500呎 鬆跌的單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間這樣的 平時其他戶型的主人房 不是 其他戶型的工人房 或者是書房 都很大的 平時那些房應該是 一半那麼大的 那個就比較雞勒 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這間 真正正的客房的尺寸 這個就是 橫廳的設計 南北對流 雙露桌 這些護人樹 就 無論是通風 還是採光 都非常正 OK 我們先把廚房 這個廚房 就是一個 腰字型廚房 兩個星盤 雙星盤 廚櫃 這個釣櫃 地櫃 七六英機六潭 全部都有了 這裡還預留了一個 雙門雪櫃位 雙門雪櫃位 出來飯廳 飯廳這裡 就放了一張六人份的餐桌 但是這裡空間實在太大了 六人份餐桌 看起來 都好像很小 還有很多位置留到 如果人比較多 放了一張圓櫃 這裡放了一張圓櫃 八九個人 都完全不是問題 對 外面這個就是 生活露台 對 生活露台一樣 都是這個 白洗衣機 熱水器 和浪衫用的位置 雖然不算太闊 不算太闊 但是比較長一點 是適合洗的 OK 我看看客廳 這個客廳真的相當之闊 這個客廳應該是4米 鬆跌的一個開間 4米鬆跌的開間 現在都比較少 我們一般接觸到的樓盤 比較少 會去到北四方 這個141 會比較少 這個路桌 會有些驚喜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是非常之長的路桌 這個路桌 是去到7米 7米長的路桌 非常之誇張 7米長的路桌 在這裡其實可以 打麻雀 BBQ 讓小朋友在這裡玩 或者打Golf 都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它是連接著其中一間客廳 一會兒我們再去到客廳 再給大家看看 好 好 我們進來 就可以看看我們的洗手間 哈哈 洗手間很寬 是的 大家可以看看 好少客廳 會做到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們伸直了兩隻手 都是碰不到的 是的 OK 這個企缸 真的是 煙氧氣水都問題不達 兩個人 是的 兩個人 還有這個區域都非常之闊 一個很豪華的感覺 車華 OK 這間是第一間客廳 第二間 門口第一間 第二間 這間就是我剛才說到的 會連接路桌 那裡的那間客廳 是的 現在其實這個空間 我覺得已經很誇張了 是的 大家可以 不知道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否感受到 在我角度來說 已經是很誇張 一個客廳的一個 尺寸 是的 還有如果你嚴重不夠大的情況下 其實也會推出去的 即是犧牲一半露台的面積 就推出去 封了窗 這間客廳 這間客廳是真真正正的 可能面積 玩一手 比主人房更大 是的 那就是第三間客廳 這間他就做了兒童房的設計 是的 但是也是剛才那句 也是很大的一間兒童房 完全就是這間客廳的標準 尺寸來的 不過他做了兒童房的設計 是的 其實你交樓收樓 自己去設計的情況下 這間也很健康的房間 就不同 其他可能八九十平方 那一間兒童房 可能是那些 爐桌改房那些 就拍到最邊 那些就不是那一間 是的 那這裏就是一個主人房的面積 不好意思 剛才說話說早了 剛才我剛才說話 剛才我剛才推出去 也不夠這間房 但這間房真的大得誇張 是的 那他的飄窗已經是封了 即是沒有飄窗位 剛才我有問過 小樓部的姐姐 那他就說 其實你收樓只可以自己推出去 是的 即飄窗是 現在他弄進來的 其實可以推出去 這樣就會變成更大 即這個位 看到大家 看到這個位 你收樓只可以 把窗推出去 這個位就會更大 這裡才是飄窗的位置 是的 那就是一樣 M8床 他弄了一個衣帽間 他弄了一個L型的衣帽間 擋一擋洗手間 是的 不會直衝 是的 這個衣帽間也非常之大 當然收樓之後自己可以弄的 是的 一樣 這個套廁也是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洗手間 這個和 這個還闊過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我都說勉強碰到 這個真是點身都碰不到的 是的 鏡面 這個洗手盆 馬桶 和這個玉瓶 也都是三開門的玉瓶 也都包了 是的 那這個就是非常之 我覺得是很奢華 很奢侈的一個面積 和一個房間 那其實我覺得 雅幾樂現象 在賣這兩個戶型 都很實用 很市正 因為它沒有任何一個雞勒 的地方 或者是小的地方 擠出來給你 無論是三間房 四間房 全部都是 非常之大 非常之闊落 很實用的一個積 是的 OK 那我就錄上三樓一部 就和大家介紹一個 沙盤和區位 DERLINE 7 4 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项目 首先我们的位置在这边的销售中心 我们砂盘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其中一部分的项目 我就直接讲一下我们万丈棍分几个期 我们万丈棍分四期 一共有四期 售楼部后面这边全部是一期来的 14年已经买了 已经入住了 然后就是二期 三期 三期就叫做拍案的 相信很多港口客户都知道我们的 即是18、19年时接触的就是三期 是 没错是比较热销的 现在我们卖的第四期就是叫做万丈棍峰会 都是我们的收官之作 最后一期卖完就没有了 可以看到砂盘上面一共是由18栋那么多 水晶体这边就已经全部卖完了 水晶体卖完全部都是高层建筑的 34层高的 现在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卖的 有28、29栋 28、29栋 还有13栋 13栋就是6月10日即将加推的新的栋数 都属于我们的纽旺 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景点 就是最中间的位置 没错 接着我们现在卖的户型全部都是109栋的三房两厅两位 还有140栋的大四房四房两厅两位 144栋 没错 现在主要就是卖我们的109栋和140栋的两个户型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现在整个亚居乐这么大 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三厢亚居乐三厢亚居乐 亦都是第一个楼盘就是三厅 是 所以其实很早期的香港人买中山 反而不是买石棋而是买三厢 因为他们比较熟悉的亚居乐这个楼盘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整个亚居乐这么大 它总共是分了多少期 或者是哪一年是买第一期的呢 是93年 93年开始到现在有30年那么久了 第一期到现在是30年了 第一期就叫做亚居乐花园 是布梯来的 哦布梯来的 那当然30年前是布梯来的 是 没错 可以看到的 到现在就一共有17期 就是我们万象棍就是第17期 是 现在我们三厢最后一期了 目前是最后一期 就是三厢亚居乐最后就卖这三栋了 是 28 29和13 那卖完这三栋整个三厢亚居乐就没有了 就卖完了 可能到时会有其他了 到时会有其他 就是这个大的地块就卖完了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发展了30年那么久了 应该这么大型的一个社区 那应该会有些很成熟的商业配套 那现在来我们最近的 比较旺的商业配套是哪里呢 现在我们比较旺呢 其实就是镇华路 这个沙盆上面其实可以看到的 镇华路 这条路呢 基本上所有的商业配套都在这里 衣食住行美容美法 包括娱乐等等 全部都会在我们这边的 如果步行去到这边消费呢 其实都是不到10分钟那么近的 开车更加近三十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 再加上之后我们门口都会有一个 独栋的商业配套 就是一楼下就可以享受到购物 再加上楼下的那些店铺都已经卖完了 进住之后都是会开张的 明白吧 现在都有一些开始装修了 我想比较关心的 最近我们就是这个独栋的商业 这个会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张的呢 都是看回入住了 因为现在都已经卖了了 有些都在装修了 有些在装修 当然商家的角度 人流多了才会开 没错 刚才你说 其实那里就是万象棍的 二期和三期下边的那些商铺 那些已经是成熟了 开了 没错 基本上在这边就算你买到这个小区 基本上就是可以享受到所有的生活便利 包括交通 购物 饮食 娱乐 等等 其实全部都会在这里 都会有 还有三宅居乐有一个吸引的点 就是它会有直通车可以回到香港 没错 我想问回其实在哪里呢 那个直通车的车站 现在我们都有公交车站 那直接可以在小区门口 可以去到我们牙居乐车站 或者现在最多就是去珠海 或者去香港 去澳门的 意思就是 在门口就可以搭巴士 去到牙居乐车站 再上一次牙居乐穿梭巴 就回到港中澳大杰湾口 是是是是 哦 那其实都比较方便 是比较方便的 是 ok 那我想问回这里管理费大概是多少钱 我们现在同一个收费都是两个八 两个八 那28、29和13度 会不会分开交还是会一起交流 一起的 都是会用回我们牙居乐的物业 哦哦 不是我说交流时间那里 哦收流时间 收流时间 28和29度 就是2024年的9月30日 跟着13度就是准现流 那会在今年年底12月30日收流 哦13度 其实可以说差不多即买即收流 是没错 今年年底就可以交到 都是包装修 大装修全部精装交流 而且我们交付都是比较高标准的 样板间可以看到 嗯 ok 那麻烦小卫 或者跟我们讲个区位 嗯 好 ok ok 那麻烦小卫 跟我们介绍我们区位周边有些会有什么配套 哦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白色板块这个位置的 我们的地位位置呢 就是唐州快线的上路桥点 这个就是门口 所以交通是比较方便的 那去到珠海呢 我们只需要10分钟 10分钟去到珠海 10分钟可以开到珠海 对 10分钟可以开到珠海 某些程度还要去坦州 是比较近的 10分钟可以开到珠海上中关后 或者前山下 嗯 然后27分钟可以开到中山的金字山隧道口 就是我们的市区 嗯 中山市区 明白 嗯 然后三乡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可以去到三乡 我们大型的购物超市的地方呢 就是10分钟 嗯 迅昌革命港场和大远化都是比较近的 就是三乡镇中心 是 没错 10分钟 是 镇华路 嗯 基本上就全部都在这里了 包括学校啊 和我们的民政服务中心啊 全部都在这边 都是10分钟 嗯 基本上就是10分钟可以覆盖了所有的便利了 嗯 就是衣食住行 是 是 是 全部都在这里了 包括最近的 就是我们的鸦岗 因为我们属于鸦岗片区 走到对面 就是一个鸦岗市场 鸦岗学校 幼稚园 都在这里 五分钟 步行五分钟 家里的楼下就是一个家保幼稚园 是广东三一级的示范幼稚园 家保幼稚园 是 广东三一级的示范幼稚园 是 这边的配套其实都很成熟的 基本上全部齐了 中学呢 就前面了 都是10分钟 嗯 10分钟 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了 啊 刚才你说过 因为我们有啞高乐车站 这个应该很多香港客户都知道了 是 就变成了其实在我们的家 刚才也说过 在我们的家门口就可以搭车 去到亚高乐车站 如果在我们的家门口 搭车到亚高乐车站 要多久呢 呃 其实都是10分钟 都是10分钟 5到10分钟就可以到的了 哦 那过程要不要钱的 呃 就是在家门口搭到亚高乐车站 那过程要不要钱的 我们自己业主的车是不需要的 那是不用钱的 是是是是 但是如果你去到亚高乐车站 上车去港珠澳大 过程就要钱了 是是是是 要多少钱呢 呃 有没有统计过 都比较多 是是 就只过我们的万象棍 都已经差不多成一万多 差不多两万 哦 就是只只只万象棍 已经是一万多两万户了 是 差不多了 这么夸张 是 那17期就更加不用说 入住率是比较高的 是是 是 这个是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 平时经过三厢 看到亚居乐 这里的亚居乐楼盘的情况下 都看到入住率 其实会 可能比周边的楼盘要高一点 是 没错 入住率是非常之高的 是 基本上现在全部通关了 那就是香港澳门的客户 其实有很多业主都会回到这边度假的 是 因为这边三厢本身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小镇 是 可以退休或者度假 是 那其实就很适合 就是会有山有水 空气会好一点 还有三厢这边反而就是 有中山可能是仅有两个温泉 跟着又有高业呼吸场 是 我们去到温泉其实都是十分钟 十分钟 是比较近的 三厢温泉还是全眼温泉 全眼温泉 中山温泉 都是近的 直接就开经碳洲快线 或者是经震华路那边穿过去 哦 OK 今天辛苦了小卫了 那详细跟我们介绍 我们三厢吉乐园 最后的最后三栋 就是收官之作 这个万象棍这个楼盘 好了 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个面积多一点 如果有看对的话 可以尽快联练我们的客服 或者是去到我们 太子这个线泰文店 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今天辛苦了小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